有一张图 我在上面画了个圈 让您先看看 这张图讲的是纽约地铁暴力案贫发 警察就来了 国民警卫队进驻了 看这包可一直接拆包啊 这事儿 美国已经轩然大波了 这个在美国人家说拆包就拆包 你想自扭 敢自扭吗 怎么自扭啊 我有些事儿我不太理解 中国我们有些人呐 碎嘴唠叨 总是对咱们国家的地铁安检 火车安检 飞机安检 提出批评 有一个问题 当然你可以批评啊 但是他的批评没证据 他就是心情不爽 小爷 我今天心情不爽 我就不太理解 这种到网上来骂骂咧咧 碎嘴唠叨的人 我不太理解的是 他们有什么东西那么怕茶呀 检查一下有什么不好啊 掉钉下问题 也许是他们觉得自己的自由被侵犯了吧 总是抱怨环境条件不够宽松 中国不宽松啊 中国不自由啊 导致老爷心情不自在啊 他们的口号是要宽松要自由 要更宽松要更自由 你看了这张照片 我不知道这些人能不能醒过闷来 能不能转过弯来 在纽约地铁开包检查 请问 老爷您适应不 核枪实弹全副武装在你身边晃悠 不小心直接爆头 请问小爷您适应不 据美国警方统计 今年截至到本月3号 就2023年的3月3号 美国纽约地铁系统已经发生了 严重袭击小100件 97件 去年也是八九十件啊 比去年同期车增加了13宗 但是本月已有多名地铁乘客遇袭受伤 你坐地铁 帮被捅一刀 坐地铁一脚踹到地铁下边去了 坐地铁人家掏出枪来 对准你的脑门心 崩就是一枪 12号那天发生一起暴力引发的枪劫案 造成一死五伤 今年的1月份一名男子在列车上借助一宗 因为音乐声音过大而引发的争议 结果 掏出枪来 二话不说 直接毙了 说这话我都得小些 我也是年老体弱了 亮亮呛呛 厉呛上了地铁 听东西 听不清楚 或者是用手机放音的声音大了 别人说没听见 好 就因为你声音大 那边过了一个黑人青年 掏出去了 嘣 我叫你听 一枪毙命 这回啥也听不见了 接二连三的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安全状况的忧虑 还有一个事 上周有个地铁的车长之前的时候叫人拿刀给斩了 部分地铁员工表达不满 终于敦促官方提出最新保安措施 纽约地铁地下就进去一千名执法人员部署于地铁系统 拿到上方保健可以随意检查乘客的随身物品 重点是防止有人携带武器 希望靠这个办法来挽回乘客的信息 你说坐地铁这么可怕 纽约地铁上百次案件 这才两个多月 是啊 一千名不够啊 所以呢 周三 纽约州长又宣布了 再增加750名 原来是一千名 现在再增加750名进驻地铁系统 应对一月份严重案件增长45%的这个棘手的局面 除此之外 还有四项措施啊 第一是立法 让袭击地铁员工及其乘客三年之内不准乘车 就是你干了这事 三年之内不准乘车 第二 在车长室及其月台 向车长室的位置加装监控镜头 第三 加强知法部门协调掌握惯犯踪迹 第四 是拨款1.56亿增加呢 心理健康支援等等等等 这个问题啊 不是一段地铁的问题 也不是整个美国的地铁问题 整个美国的问题 他拿着枪啊 枪随身带着呀 你比方说在纽约宾州车站很简单 一个正在看手机 比方说司马南正在看手机 我看手机 我知道谁找谁了 我64看手机 一个长者 莫名一票来了一个暴怒者 一脚就给踢到一边去了 这还是最轻的 只是踢你一脚 只要给你一枪呢 我干嘛了 我 我60多岁了 我这看手机 崩 一脚给踢到边上去 2024年3月3号下午5点左右 一名地铁列车员遭遇暴力 颈部被用刀捅伤 还有一名27岁的女子在曼哈顿首部被割伤 还有一名61岁的男子 在布朗市那个地方 被人把肚子给捅了 这是36个小时之内发生的三起毫无相互关联的暴力事件 中国有人嘟嘟当当 对案件不满意 美国也有人都这样的 这两个都发生了上百起案件 就36个小时之内发生的相互不联系的案件 都到了这种程度了 美国也有人说 侵犯人权 你这种检查开包不仁慈 不自由 好啊 自由的代价就是你随时你看手机的时候 蹦 就一枪或一脚给你踹到沟里去 中国的问题我觉得不大 有人说是 那我看见有的人案件的时候他不认真 那是个具体的细节问题 改进工作的问题 美国问题比较大 大在吸毒者太多 大在持枪者太多 大在他情绪不受控的时候 你拿着枪 你这玩意吓人不吓人的 还有 美国社会的矛盾也相当尖锐 所以呢 这些问题你派一千多个人到地铁里面去 你派一万个人 也不见得能彻底解决问题 有些事是大环境决定的 小环境局部气候无法影响整个气候 感谢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南区 居民思马南 再见